敬离了名资上 敬离大家正空上市 敬离十六次到八华王喀玛罢 敬离图灯大敌方 敬离残城三宝 敬离心田恒修的本尊 敬离大慈大悲 观世音乐上 敬离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请各位同门 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代表处 廖东周大使夫人九弟师姐 中国中委会法律顾问周慧芳医师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增节目制作人需要几十点 拿 olurs咱们 Bever 奥良一批 中华民国驻 Allah 台北市议员 天雅乐合唱团 凌御战师姐 高如今师姐 高如真师姐 高心之师姐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今天晚上我们是 同修观星菩萨 本尊法 他们这个西雅图雷尚 是最早的一尊观音 应该是 是这一尊 是这一尊是最早的 那么 最早的这一尊观音是菩萨 那在这个西雅图的 塔库拉 是塔库拉 那条路叫做什么 五五五一二Voletville 在这个 Jones Byrne Furniture 的Wayhouse 曾经做过在西雅图第一次的 那时候还没有西雅图雷藏市 在那边做过一次这个法会 在那边做过一次这个法会 可能是第一次法会吧 就是在家具的仓库里面 做了一次法会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情 很早 在那次法会有参加的人 在座的有参加的人吗 哦 师母 很早 老大 老二 老三 师母 蜜 这个 很少 那时候还没有西雅图雷藏市吧 但是他就是第一尊的观世音菩萨 这观世音菩萨是 所有的菩萨当中 可能是最慈悲的 他的化身非常的多 像我们念这个高王经 我们常常念到后面有个记 这个十方观世音 十方呢 在佛教里面就讲 上方 下方 跟八方 加起来刚好是十方 八方呢 包括了东南西北 另外在交叉 这个Northwest 这个这样子的西北方 这个东南方 或者是哪一个方 这样子全部这样 加起来一共是八方 八方 那现在上方跟下方 加起来就是十方 十方关税 而且在六道里面 就是天 人 阿修罗 第一 二鬼 出生 六道里面都有观世音菩萨 都有观世音菩萨 你说在这个出生道 出生道 怎么会有观世音菩萨 这马陀 马陀观音就是 这个马陀明王 马陀观音 就是出生道的观世音菩萨 那么多有 那么他的化身非常的多 他的变化 也无穷无尽 那我们知道观世音菩萨 有什么十一面观音 十一面 有十一个面孔的观音 在这里也有 也有十一面观音 那么十一面观音呢 这个 所谓十一面 当初的时候啊 这个 在雕刻佛像 画佛像的时候 一面就是菩萨的一地 那么十地菩萨 菩萨有十地 十地的 那么十地菩萨的 有十一面就 有十面就代表等觉 十一面就代表妙觉 妙觉 妙觉就等于什么呢 就等于佛 等觉是最高的 最高的菩萨等觉是最高的 那么到的妙觉就是佛 所以观世音菩萨有十一面 表示他的十一地的佛 第十一地的佛 第十一地的佛呢 就是正法名如来 他有如来的称号 他的称号叫正法名如来 因为他慈悲众生 所以化为观世音菩萨 等于是说他没有在佛位 而在菩萨位 为什么在菩萨位呢 因为他要救度众生 另外还有千索千眼观世音菩萨 非常伟大的观世音菩萨 有千个手跟千个眼睛 那不得了千索千眼观世音菩萨 我知道这个在中国的天津 有个大悲宴 有个大悲宴很有名的 中国天津有一个大悲宴很有名的 那这个大悲宴呢 跟师尊也是有一点缘分 跟师尊有一点缘分 那么大悲宴里面供的 就是大慈大悲的 这个千首千眼观世音菩萨 在中国大陆 在香港 然后在这个 另外乐国老法师的 这个佛光寺 普里佛光寺 我是乐国老法师的弟子 那么他的佛光寺 其实只有香港有一尊 千首千眼观世音菩萨 在这个福里佛光寺 乐国老法师盖的那个佛光寺 也有一尊千首千眼观世音菩萨 因为他的很高 而且锁非常的多 另外有一尊 听说有三尊 就是同一个工匠 一个工匠去把他雕出来的 他雕完这三尊以后 他忍就离开这个世间 所以在这世界上 香港有一尊千首千眼观世音菩萨 另外同等的 在台湾的普里佛光寺 乐国老法师那里 有一个千首千眼观世音菩萨 都是非常庄严的 很大的菩萨 当初的时候 那一尊观世音菩萨从香港过来 到了台湾普里的时候 因为太大了 寺庙的门进不去 只好把这个上面的屋顶拆开 然后把这个菩萨吊起来 然后伸到这个佛光寺的这个大殿里面 然后再盖屋顶 再把屋顶再盖起来 是这样子的那个观世音菩萨 你们如果有远到这个埔里 还没有真正到埔里 有一条桥 那么那条桥 据我所知啊 它可以从那里一直到佛光寺 然后一直到这个中台禅寺 其中有一个寺庙叫佛光寺 佛光寺 是乐国老法师在那边创建的 那以后我离开的时候 乐国老法师元吉 那么由道宗师做住持 我道宗师做住持的时候 我还有回去过 以后我就没有回去过 那现在不知道谁当住持 那是这个 菩提佛光寺那一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我看起来是最庄严的 是非常庄严的 听说全世界只有三尊 那么他非常的慈悲 你看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 还有你看高王观世音 我们现在每天念高王观世音 每天在持送高王观世音菩萨 也是非常灵验的 灵验的一本经典 很多人念完一千遍就有相应 很多很多应验的这个现象 产生出来 那个考试考不过了 突然之间他也考过 这个考医师执照的 他也考过 很多考试的去念高王观世音 本来是考一次历史也考不上 考两次也考不上 考第三次也考不上 他父亲就告诉儿子讲 那你就念高王观世音经 念一千遍 他说我这个 这个历史的 好像说六法前书这样子 读得滚瓜烂熟都考不上 还叫我念高王经 有没有莫名其妙 他说你念念看嘛 他真的念了一千遍 一考考上 这菩萨很灵感 观世音菩萨很灵感 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十方观世音 就是哪个方都有关心菩萨 非常慈悲的 那师尊的卧室里面 也有四倍观影 还有两个 四倍观影 还有两尊 有两尊四倍观影 我有两尊四倍观影 一尊是 两尊都是用手画的 两尊都是用手画的 这个四倍观影 四倍观影是属于 一般来讲就是在藏地 那么在西藏的地方 大家都认为 那是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观世音菩萨的道场 所以大巴巴也是四倍观影的发生 大巴巴 卡马帕也是四倍观影的发生 那他们讲 达赖喇嘛也是四倍观影的发生 很多的仁波切都是四倍观影的发生 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可以讲是很多的 那么我们第一尊的观世音菩萨 就是这一尊 这一尊是比较台湾式的 台湾式的观世音菩萨 还有藏式的 很多守备的观音 像准题 准题菩萨也是准题观音 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准题观音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马陀明王》也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还有观世音菩萨有千百亿化身的 像宜兰观音 拿着兰子 那个有鱼的 还有奇隆观音 奇隆观音 奇作这敖龙 敖龙的观音 因为敖龙是很凶的 必须要观世音菩萨给他降服 那么他就是观世音菩萨就站在敖龙上面 就是等于是震住了这个敖龙 另外大圣翻喜天 大圣翻喜天有双身 大圣翻喜天他本来是很凶恶的鬼神 那观世音菩萨当最慈悲的 他化为这个母的大圣翻喜天 要降服他很难 观世音菩萨化为大圣翻喜天 也就是母的大圣翻喜天 所以变成有双身的大圣翻喜天 大圣翻喜天 观世音菩萨唯一的要求就是说 你不要再残害众生 你跟我一样去归顺佛法 那我就嫁给你 大圣翻喜天 他就翻喜 产生很大的翻喜 观世音菩萨还牺牲色相 观世音菩萨跟大圣翻喜天 就有了双身的 大圣翻喜天 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最慈悲的 他曾经这个救度过很多的众生 我妈妈也是 因为我妈妈本身啊 这个在 据我的这个在禅定里面的观察 我在禅定里面的观察 她是 我母亲是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侍者 她有一侍 她是她的侍者 她的侍者是化为鸟的身份 鸟 然后她咬着一个念珠 观世音菩萨如果在台湾你看观音叉 观世音菩萨的像 最上面是观世音菩萨底下是天上圣母 还有另外还有一个观圣地经 分成观世音菩萨在中间 那么观世音菩萨天上圣母 观世音菩萨旁边有两个侍者 一个是善才童子 一个是两女 另外还有一只鸟 一只鸟是咬着念珠 咬着念珠在观世音菩萨旁边 那只鸟叫做太平鸟 太平鸟 那么那只鸟呢 它化身成为降世 便化身成为我母亲 它也是这个 所以我妈妈以前常常梦见她 在世的时候常常梦到她在飞行 她在飞 她很会飞 飞啊 飞啊 飞得很厉害 她每次飞啊 她不是站着飞 而是横着飞 就是这样子飞 就是太平鸟的这个知识 太平鸟的这个知识 有一次啊 这个有这个印尼的弟子 送来的这个 Garuda Garuda Om Bezza Garuda 是Garuda吗 Garuda Garuda 对啊 好 我们念这 Om Bezza Garu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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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母亲觉得那一尊跟她很有缘 为什么特别有缘 为什么呢 因为她们同样都是鸟啊 我母亲就是太平鸟啊 它是那个Garuda Garuda 也是一只大鹏晋刺鸟啊 大鹏晋刺鸟啊 很大的 就叫Garuda 印尼 印尼 印尼化 那其实 黄文也是 也是Garuda 印尼 印尼的话 很像 这个 巴黎文 那是 佛陀时代所讲的语言 巴黎文 所以很多咒语 印尼的在念咒 很好听 为什么呢 因为它接近于那个巴黎文的咒音 印尼的印尼化 接近于巴黎文的咒音 所以念起来特别 特别好听 那同样都是鸟 所以 我母亲 就跟那尊Garuda 很有缘 那尊Garuda 他还显现出来 把这个带着这个我妈妈 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去飞翔 这样 去看看所有的世界 看所有的世界 这是我母亲生前的跟我讲的 后来呢 我母亲 这个 当然她跟观世音菩萨有缘 最后是阿弥陀佛来接她 但是她还有一个熟念未了 就是因为 她因为她存了一些钱 除夕了一些钱 然后过往以后呢 她还没有忘掉钱 还是没有忘掉钱 所以她在虚空之中 一直在找她的钱 她说我的钱呢 我的钱呢 就是而且还有人把师母把那个我死骂 把死骂 带去投资 带去投资 这个有差不多有不能讲金钱 不能讲金 总之我妈妈有一笔钱去拿去投资 结果没有了 也是中国中的同盟 这个拿了我妈妈的钱去投资 投资就没有了 没有我母亲一直在念念在心中 我的钱呢 这样子在虚空之中找来找去 结果阿弥陀佛献身 在她的身后献起来 献阿弥陀佛的精神 阿弥陀佛就跟我妈妈讲 说你在找什么 我妈妈讲说 我找我的钱啊 我的钱不知道哪里去 她说你看我的法座 我妈妈转头看阿弥陀佛的法座 哇 上面都是一颗一颗的这个钻石 香的 香的钻石 而且黄金宝座 像这么大的黄金宝座 你看多少钱 值多少钱 还有香的全部都是钻石 都是宝石 哇 我妈妈看了 阿弥陀佛说 你在找钱 我这个法座多少钱啊 那个 我妈妈看了这个黄金宝座 还有他的钻石 天哪 一个都是人间没有的 都是几百克拉的 几百克拉的 这个人间没有那么大的钻石 闪闪发亮的 这一整排全部都是钻石 都是几百克拉 然后我这个法座比你的钱如何 当然 你那个当然很贵的不得了 那阿弥陀佛就走下来 他这个法座就让给你吧 就送给你了 你不用找钱了 你就上来这个法座吧 对啊 然后我妈妈就说 我要给他 他当然热死了 上来这个法座 黄梦一生 他就到了南海去 到了南海 还是回复原来的 观世音菩萨的这个身份 他就是变成一个观世音菩萨 所以阿弥陀佛在救度众生 这是我在禅观中所看到的 我在禅观里面看到 我跟你讲的都是老实话 都是很真实的 我不会讲这个欺骗人的话 我在禅观中里面看到 妈妈有这个情形 她忘不了她的出息 这个金钱 她就是阿弥陀佛 把她的法座送她 她就很高兴 她就上了法座 一下子就被接引到南海去 那她就成就为观世音菩萨 就是我妈妈 成就了观世音菩萨 是这样子的 因为由你这样一问我 我才讲 才讲这个 为什么我母亲是观世音菩萨的 这个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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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几地啊 要管他第几地 反正第几地就是第几地 对不对 你管他第一地也是第一地啊 第二地也是第二地啊 对不对 反正你知道他是观世音菩萨就好了 对不对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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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了我们介绍观世音菩萨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观世音菩萨大家哦 大部分都很了解 事实上 他的事迹太多了 观世音菩萨是讲不完的 你你观世音菩萨 你哪里能够讲得完 你要讲他的一切 那个救度众生的故事 你讲一辈子也讲不完 这是我的母亲 也是观世音菩萨 然后我们现在讲那个道国 这里谈到这个西藏 南达玛灭佛 这个南达玛王 在西藏的时候 这个战谱里面 他是最后的一个王 在西藏的战谱就是王主 西藏王 一直到了南达玛的时候 这个战谱就没有 那么南达玛王统治的时候 他灭佛 他不相信佛教 因为他本身的来力本身就不好 是因为赤松德真王太慈悲 把一个魔王给放了 放了这个魔王以后 这个魔王 这个 同时他把这个魔王 收留在他的王族里面 收留在王族里面 以后转世 就成为朗达玛王 在战谱里面 西藏战谱里面有提到这件事情 所以他是属于灭佛的 那时候所有的这个佛教 几乎都给他 西藏佛教都几乎给他灭 那时候呢 这是朗达玛王 这是朗达玛王灭佛的时候 佛教就转入地下 那么原来的喇嘛全部都要凡属 都要凡属 出家人全部凡属 凡属呢 就有脱法 有脱法的时候呢 这个秘密的传承 他从那个那时候 传承里面 就有在家居士 当金刚上司 所以才有在家居士 当金刚上司 是因为朗达玛王灭佛 才有在家居士 那时候 从出家人 回到白衣 回到白衣 就是有在家居士 当金刚上司 后来以后呢 在佛教 就又在复兴起来 如火如土地 展开了一百六十年 这个时候啊 大义士 人亲双波 正当壮年 从事益金的事业 以后八年 格纪派出主 马尔巴出生 马尔巴出生 1012年 格纪派出主 马尔巴出生 马尔巴就是格纪派的祖师 他是从西藏 从西藏有三次 到了这个印度 天图 去拜这个纳洛巴为师 在那边学法 以后再回到西藏 他就是密宗 在西藏密宗 白教的祖师 西藏人的第一个祖师 就是马尔巴 那马尔巴再传下来 就是密勒日巴 他传给密勒日巴 那密勒日巴呢 在传给 那时候 马尔巴是有娶妻生子的 他是在家祭祀 那密勒日巴 也没有出家 也是在家祭祀 那密勒日巴以后 再传给刚波巴 刚波巴 这个杜宗千巴 就是替度的 在西藏 经过替度的和尚 可以讲就是和尚 那在刚波巴去跟密勒日巴 学法 就是第三代祖师 马尔巴 密勒日巴 刚波巴 刚波巴以后呢 再传给这个杜宗千巴 那杜宗千巴呢 就是第一世的大巴巴巴 然后就有第二世的大巴巴巴 一直到第十六世的大巴巴巴 喀马巴 就是我皈依的师父 那现在已经传到第十七世 那么十七世 有的就分成两派 十七世就分成两派 十七世就分成两派 因为有两个大巴巴 十七世有出来两个大巴巴巴 一个是 塔西渡 塔西渡仁波切认的 这个大巴巴 就是叫乌金次列 乌金次列 就是这个 第十七世的大巴巴巴 是塔西渡认的 至于这个夏马 夏马仁波切认的 第十七世的大巴巴巴 就是喀马 喀马多界 喀马多界 是这个 泰雅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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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雅多界就是夏马 夏马仁波切认的 那么大宝法王本来有四个法王子 第一个是Tashitu 夏玛 那个再来就是江刚康处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宝法王的侄子 叫做什么 加华 加茶 对了 加茶 加茶仁波切 听说加茶仁波切 现在是在纽约的上周 这个乌治别克 就是在那里 那么现在就分成两派 这个四个法王子 一个是夏玛仁波切 认的 一个是大宝都认的 就认出两个 这个问题就是在这里 那么到底是哪一个 那么我个人认为 我个人我个人认为 这个仁波切的问题 当然他们人间的问题 这个很难 很复杂 非常的复杂 什么复杂呢 我认定这个就是了 其他那一个不管 那乌军赤裂比较很多人承认 这个泰雅多界 比较少人去认可他 比较少 但是他也有很多道场 在欧洲他本身有一个道场 人家献给十六四大宝法 就他 泰雅多界就有那个欧洲那个道场 也是他的 台湾他本身也有一个很大的道场 泰雅多界 那么我见过泰雅多界 那乌军赤裂我没有 好像到目前来讲 还没有那个言文期认识他 我个人认为 其实 他可以分很多的生出来 有的时候是生 有的时候是口 有的时候是意 意的发生 生的发生 口的发生 生口意 你知道什么是秘籍金刚吗 秘籍金刚我从来没有讲 马尔巴到了纳罗巴那里 学的是喜金刚 秘籍金刚 另外这个生的金刚 结果 回来以后 他就守住生的金刚 白教的是以生的金刚为主 结果喜金刚 跑到花教 就是撒家教 是专门传喜金刚 圣乐金刚 白教 留着是圣乐金刚 什么叫秘籍金刚 秘籍金刚又称为 这个金刚 也是称为金刚王 也是称为金刚王 其实秘籍金刚是 一切如来 一切如来 生口意 秘密 秘籍演化 他的 他的名称很长 一切如来 生口意 秘密 秘密 秘籍演化 可以讲这样子 一切如来 生口意 秘密 秘籍演化 精 就是这样子 这一部经典 就是秘籍金刚 我认为 他 生口意 秘密 可以 化成很多 生的 像我们 千百亿 化身 我们常常念的 千百亿 化身 这个 毕如 这那佛 千百亿 化身 观世音 菩萨 千百亿 化身 他可以 化很多 生的 大把法王 当然是观世音菩萨 他当然可以化很多 生 才化两个 生 就在那边 斗来斗起 没有意思 对不对 我认为 都是 你只要是 正法 都是十六十 大把法王 的化身 我个人认为 这是我个人 个人的意见 不用在那边 争来争去的 争到最后 一个隆德士 两个都不能进去 那就是 就不好 这个格纪派出主 马尔巴出生 以后四年 2016年 大成就者 纳洛巴诞生 一个新的佛教时代 在西藏 就逐渐的发展 我们知道 这个历史上 在整个历史上 是这样子讲 其实西藏的历史 根本我讲过 乱七八糟的 因为太多国家 太多的大大小小的国 太多 他们立法很奇怪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祖师爷 都那么多岁 几百岁 几百岁 后来我研究 印度的历史 居然他们立法 统统都不同 本来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天 对不对 一年我们现在的年 一年就三百六十五天 他们有的 有的印度的历史 把半年当成一年 那他们活四十岁 就等于活八十岁 另外还有呢 把三个月当成一年 三个月 三个月就当成一年了 他们在 这个历史很乱 就是在这个原因 有的把一个月当成一年 说活八百多岁 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吧 一个月就是一年耶 一年有十二个月 那十二个月他就十二岁了 他活一年就等于活十二岁了 那八百多岁有什么问题 八百多岁几岁啊 你们数写好 如果一个月是一年的话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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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數學你看 所以按照印度的歷史來講 很混亂的 很亂的 這個那時候的康布 什麼叫康布呢 就是住址 康布就是住址 這個施迦如信即 阿西雷社 耶雅準諸兩人 此時依正準備妥善的建立生團 就顯了一個叫卓米施迦也施 即達諾 薰如準諸 需帶大批房金 前往印度去求學 那個時候是 也就是在西藏 顯了卓米施迦也施 即達諾 薰如準諸 需帶了大批房金 前往印度求學 他們當初的時候佛法 都是從印度那邊傳過來的 那麼藏人 就從這個尼泊爾這邊進入這個 進入了這個印度 去那邊學法 那麼馬爾巴也是到印度 向納諾巴主持寫法 就是講他的主要的這些 今天講的主要的是傳承 有一個人到一個賣瓜的地方問老闆 老闆你的瓜甜不甜 這個賣瓜的都不說話 那這個人就問了 別人家的瓜都說是甜的 不甜的不要甜 你就倒說一句話吧 這個賣瓜的還是不講話 然後他又逼 又逼他你的瓜甜不甜 這個老闆到最後很生氣 你給我滾 你有見過苦瓜是甜的嗎 這個老闆是在賣苦瓜啊 那苦瓜只有苦的哪裡有甜的 這個就是傳承啊 甜瓜就是甜的 苦瓜就是苦的 這個就是傳承啊 西藏雖然有四個教派 其實他最高的法頂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成就的 很多的教派 但是他的成就 最後到最頂都是成佛 都是成佛 都是成佛 都是發光成佛 其實都是一樣的 都是一樣的 那也當然也有不一樣的 你除非你說學那個 那個奔波教 黑教 那就是不一樣的 奔波教是屬於萬物有神論 萬物有神論 石頭也是當成神的 什麼一切的東西都是有神的 萬物有神論 萬物都是當成神的 那是奔波教 但奔波教他沒有辦法成就那麼大 他只是在做祭祀的工作 好像在做禮拜啊 點香啊 給人家消災啊 解惡啊 給人家欺魔啊 或者做這些工作 他沒有辦法修行 到自己心中產生光明 那成為 成為這個好像是說 菩薩跟佛 所以你如果學黑教 學奔波教 就是有時候你可以做法 可以呼風喚雨 你風有風神 魚有雨神 那你就可以呼風喚雨啊 可以變化啊 可以怎麼樣 但是你不能夠成佛啊 我們主要的目的是成為菩薩跟佛 最主要的 所以那不一樣的 傳承有些是不同的 這個爺爺過世 家人跟鄰居們在公墓給他上香 只要三隻就夠了 一個大鼠啊 就把剩下的分別插在別人的墳墓 插在別人的墳墓 大家都不了解 這位大鼠就講 要搞好鄰居關係 也就是敦親怒靈 所以他拜了爺爺的那個墳墓以後啊 他到每一個墳墓都給他插上一隻箱 所以要敦親怒靈 這個事情呢 我覺得是這樣子 應該沒有人這樣子做 拜自己的祖先 又把這個香啊哪去 這個放插在別的墳墓 倒是很少見 但是以道理來講 以這個人間的這個道理來講 這是說得通的 以前印度的佛教還不准失傳 就是說這是我的佛教 像你到日本 日本的密教 有時候他也不太願意教你 他甚至認為這是我們日本的密教 我不願意把這個東西傳給你 這個就是本位主義啊 本位主義 印度以前也是一樣 這是我的 所以印度教很少弘揚到全世界去 很少 除非有印度人的地方 像新加坡有印度教的廟 新加坡有印度教的廟 因為新加坡 印度是它的一個種族之一 它有四個種族 那麼四個種族合起來 就變成新加坡 其中印度人是一種 所以它有印度教的廟 它還可以公開讓你參觀 你真的到了瓦拉拉西 你說我要去參拜印度教的廟 有些廟是可以開放讓你看 有些是不能夠讓你看 它本位主義很重 以前佛教在印度 它要傳出來也是很滿保守的 都是秘密的去傳 秘密的把它帶出來 在這個好像有幾個出家的喇嘛 去印度學法 回來的時候也是被都要脫跑的 都要脫跑 不然呢後面都有追兵 印度人要把它的東西給它拿回來 這是本位主義 那麼佛法現在弘揚應該要普傳 不能像日本一樣 像日本東密 雖然有人去學 有人學他也傳 但是有時候他也不太願意公開的 像印度教你看 印度教就是在印度 很少說你傳到別的地方去 印尼有 印尼有印度教的廟 印尼有 印尼跟印度那時候是有來往的 反正都是有一個印日嘛 荊州大師啊 阿底霞尊者到詹碑啊 去求荊州大師啊 荊州大師也不一定見他了 他要觀察他 觀察他好多年喔 他到那 到那 湛堤 到那印尼的湛堤 要去見荊州大師 荊州大師還不一定見阿底霞呢 他也是本位主義啊 我要看你 觀察好多年 才收他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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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本位主義啦 本位主義 所以印度教很少說傳出來啊 印度教的儀式啊 或怎麼樣子 都不太了解 主要是他 主要是因為他本身 他的本位主義 日本人也是一樣 本位主義很重 別的中派要進入印度 進入日本很困難 他們也是產生排斥的 那所以佛教要弘揚 也就是像現在這個樣子 佛教要在這個 其他的國家 能夠弘揚開來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 因為本位主義很重 保守派的 他們保守派的 就是拒絕外來的宗教 就是這樣子 哪有這種笑話啊 董事長的助理叫做光光 有一天董事長叫助理光光去買蛋塔 然後親自拿去分給員工吃 因為你姓主管 吃到經節非常好吃 便跑去問董事長去哪買 董事長說 這是我拖光光去買的 這是我拖光光去買的 如果喜歡的話 你也可以拖光光去買 你也可以拖光光去買 這個你的主管 面有濫色的問 一定要拖光光嗎 董事長講 不拖光光也可以 只是拖光光去買比較快 不然等一下 我拖光光帶你去 不然等一下我拖光光帶你去 這就是誤解 這個很多時候啊 我們也會有語言上的這個誤解 語言上的誤解 像我們常常念阿彌陀佛的心咒 奥阿彌陀佛 這個現日不得了在美國 美國一天到晚這個事情做不好就 那個謝 怪不得這個美國啊 這個國家會那麼強盛啊 會那麼強盛 都因為念咒 而且是念阿彌陀佛的心咒 最重要的一個字 那個謝還是最主要的 這個謝字啊 最主要的這個這個咒日耶 所以美國人一天到晚謝啊謝啊 這個怪不得他國家得到阿彌陀佛的保佑 這跟那個拖光光的很有意思了 對不對 這根本就是一種語言上 語言上 其實咒日就是謝嘛 那沒有辦法 誰知道美國人那個謝字是什麼 我們當然知道那個謝是什麼 那個謝字是什麼 謝 on you 我有一天去那個聖誕節看那個燈 一個女的對一個男的講 謝 on you 我就把它記下來 這一句很好 以後對人就講謝 on you 其實那個都是語言上的 語言上的 像那個拖光光根本就是 那個助理就叫光光嘛 他拜託這個光光去買蛋塔 叫拖光光 拜託啊 的意思是這樣子 這個 跟傳承 有什麼關係 對 沒有關係 對 像我們唸 跟阿彌陀佛 很多字都是用 限制 很多的 因為跟阿彌陀佛有關的 都會有這個限制出現 都有這個限制出現 所以以前我師父叫我觀世音菩薩的奏 這兩個字是屬於日本東裔的 日本東裔的才唸出現 在藏音就唸成現 西藏的就唸成現 奏音 所以 想要 Pettin Jaacit Nyaacit 是這樣子 觀世音菩薩的奏 就 變成這樣子 以前我師父教我 Pettin Jaacit Oh Pettin Jaacit Pettin Jaacit Oh Mami Pettin Jaacit 今天就彈到這裡 阿嬷